警察逮槍毒犯的第一視角畫面曝光 新北市警方掌握 由一名主嫌躲在中和改槍 破門攻堅果然發現 不但是有大批的改槍工具 還有火力強大的手槍 雙管槍管跟線彈槍彈藥 那麼另外更有幫派分子 在新北市盧州租了高級住宅 永槍藏毒 嫌犯疑似事前先收到風聲 躲在屋頂 直到被警方發現了 才乖乖就逮 來 進來 不要動 看到警察嫌犯逃跑 踢到東西 聲音大到像開槍 手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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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住 來 客廳 客廳 眼見無路可逃 來個一問三不知 攻堅蘆洲環蹄大道的高級住宅 三間房裡住了三個毒品通緝犯 唯獨少了中性主嫌 人呢 調閱監視器 發現他沒有走出大樓 手舉高 手舉高 發現 手放平 過來 過來 手放平 不要亂摸 不要亂摸 手放平 果然 十四樓屋頂角落抓到人 中性主嫌有幫派背景 毒品跟妨害秩序前科 他因為常常帶槍進出大樓 被警方鎖定逮人 這才發現高級住宅被他變成毒窩 用毒品養一票通緝犯 隨時可能犯案 會躲避查棄 而殘密於該社區大樓內 中和警方也偵破改造槍械工廠 房間裡看起來整整齊齊 一艘不得了 限彈槍還有子彈一整排 火力強大 手槍跟子彈還有彈頭 也都堆滿房間角落 無性主嫌因為日前騎車摔傷右腳 跑不遠拿不到槍來反抗 乖乖被逮 中和分局門口21階的樓梯 走得比新郎進場還慢 改槍擁槍自中的無性嫌犯 說是為了吸毒上網學改槍 警方也將持續追查槍支流向 跟毒品來源 記者劉慈林昭賢新北市報導